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报导 美国有4000所大学 但是不是每一所大学都挤破头 人人想要念 真正竞争激烈的 其实就200所著名的大学 也就是说这一判决影响的 还是这少数的名校的招生的方式 那普遍来说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生效的时间很快 那也可以预期美国的名校 应该是在下一个招生期间 就会做出40多年来最大的改变 那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都指出 这判决是有利于白人跟亚裔的学生 那实际上有些美国的州 是早就取消了招生时 以种族为参考因素 像是加州在取消之后 加州许多的名校的亚裔学生比例 是大幅飙升 那不少加州名校 已经是百分之三四十都是亚裔了 不过这对亚裔的学生 不一定是好消息 就美国的历史来看 哈佛大学过去也是有远超人口比例的犹太学生 这引发白人的强烈不满 于是当时哈佛大学校长 是用尽各种手段打压犹太学生 那现在在美国亚裔仇恨犯罪激增的状况之下 这个判决对亚裔的未来 是好还是坏 还有待观察 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 跟判决的一个反应 几乎都是意料中的 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现状 首先美国最高法院的组成 就是六位保守派大法官 跟三位自由派大法官 这次的判决 也是各自选边站队6比3 而属于自由派的美国总统拜登 也似乎早就预料到判决的结果 因此结果一出来 才短短两个小时 他就准备好了讲稿 并且发表了强烈批评的演说 这一社会撕裂之下 所做出的判决 恐怕会使得美国社会进一步撕裂 美国时政媒体Politico就指出 民主党在不甘判决之下 会采取两大途径报复 一是法律会发起许多的诉讼 二则是采取政治手段 民主党其实也对准了 共和党在大学招生上面的痛处 美国大学有一个传统 就是富有的校友 他们的孩子再怎么平庸 只要校友做出巨额的捐款 孩子就会被录取 就算是哈佛大学 也有许多富有校友的子弟 而这是共和党人所支持的 所以拜登已经下令 美国的教育部来彻查 不排除推翻这一传统 但如此 美国两党的恶动恐怕会加剧 而美国社会恐怕会更加的撕裂